日媒随笔,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圈正在非洲刮起猛烈旋风 原创。参考消息。日媒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非洲刮起猛烈的旋风。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4月16日报道,从东非国家伊索比亚首都亚地斯亚贝巴的机场出发,向东南驱车行驶约一个小时。 在一处当地主食谷物台夫重值得的前方,可以看到中国民营企业开发的东方工业园,涉足钢材和缝制相关业务等的中国企业在此入驻。 以中国经济特区为样板,伊索比亚政府出台了关税和所得税减免等投资优惠政策,正在吸引投资。 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统计,这里有30多家企业入住,约1.5万人在此工作。 在亚地斯亚贝巴生活的日本人说,这里还建设了面向中国人的住宅和店铺,某种形式的中国村正在形成。 连接亚地斯亚贝巴和工业园的单侧三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方也是中国建筑公司。 报道称,铁路、油轨电车、机场扩建、大型银行的新总部、足球场、中国建筑和中国交通建设等国有建筑商,连魅获得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订单。 依索比亚政府没能力提供所需资金,依赖的是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 报道称,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国能够将充裕的资金用于慷慨的对外援助和推动本国企业进驻海外。 在非洲,贷款和工程订单是配套的,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土耳其建筑商的员工这样说。 在设有日本大使工地,被称为The Old Japan地区的市场上,如今中国人成为最主要的顾客。 在这里,不断有人将蔬菜和肉类装上卡车和封闭货车,运往中国劳动者工作的工厂和建筑工地的食堂。 此外,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也在增加,作为中国代表性蒸柳酒的白酒和中式面条也开始在该国国内制造。 报道称,经营中国食材和鲜鱼店铺的伊索比亚女子妹妹,化名,35岁,戴祝孝柔表示,我们的销售额增加到了以前的几倍,土地价格也上涨了。 非常欢迎中国人。通过与中国人做生意取得成功,赚到大钱的企业家阶层不断出现。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亚地斯亚被巴士五所表示,在伊索比亚生活的中国人已达到5万到6万人。 这一规模几乎可以匹敌在英国和巴西生活的日本人。 报道称,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正在非洲刮起猛烈的旋风。 2018年3月25日,在伊索比亚首都亚地斯亚被巴,列车员在亚籍铁路拉布车站检票。 亚籍铁路是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跨国现代电气化铁路。 新华社记者 王首宝 社 K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G7开城互掐大会 马克龙放狠话 默克尔泼冷水 特朗普 我先走了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 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印度央行行长 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 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 华尔街怒赞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 外媒 十年前 难以想象 即使中国对媒去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 西门子CEO 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嫌弃全球化 西梅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 今日科技 注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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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一等群 imperative 坚持 手